大家好,我是皮特老郎 今天是2020年的2月29日,星期六 是我的第15期视频 那么这一期视频的题目是 新冠病毒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中美经济走势是关键 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 这个武汉疫情的 这一周的资讯汇总 那么截止到今天为止 中国现有确诊的病例是 37301人 现有疑似是1418人 重症是7664人 累计确认达到了 79394人 那累计治愈呢 有39255人 累计死亡是2838人 那么 现在国内各地的疫情呢 广东是已经嵌有确诊339人 那治愈了有1003人 那也就是说现在它的确诊病例呢 它已经改成 就是说总的确诊病例减去这个治愈病例 那么河南有79人 确诊病例 那治愈了1172人 然后是浙江还有188例 治愈了1016人 那我们再关注一下 那我们再关注一下北京现在是 现有确诊病例是132人 那治愈的是271人 上海是现有确诊病例47人 治愈了287人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的疫情 那最近呢 我们听到最多的新闻 就是这个国外 这个疫情在国外大爆发了 那主要呢 你看排名第一的现在已经是韩国了 它累计确诊病例是3150人 治愈27人死亡17人 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火箭般的速度 它在短短的这么 也可能10天左右的时间呢 它迅速上升 那么日本呢 是累计确诊是946人 这其中应该包括了700多例 从这个钻石公主号下来的 这个确诊病例 那么治愈了有41人 死亡11人 那么排在第三位的呢 就是意大利 是欧洲的这个疫情的中心 它累计确诊病例是889人 治愈了46人 死亡21人 那接下来第四是伊朗 这就是中东的这个疫情中心 累计确诊是593人 治愈123人 死亡43人 那排名第五的是新加坡 今天已经过百了 是累计确诊102人 那治愈69人 现在还没有死亡的病例 那再往下呢 就是法国73 德国72 美国64 科威特45 泰国42 等等 所以最近一周呢 在疫情方面 主要的新闻就是这个 疫情在全球开始爆发 大家可以看到 从这个亚洲的韩国 日本 然后这个欧洲的意大利 那么中东的伊朗 那甚至于现在 其实美国呢 有一些相关新闻 是讲现美国报的病例 可能也不是全部 这个美国也在各个州 开始有这个传播 那么 所以说我们看到 这个其实是有点 类似于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那我们现在呢 在中国 疫情有所控制 相对开始稳定的时候呢 那么 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 开始第二轮的爆发 那么我们再拉回来 看新加坡 新加坡是在今天 超过了100例 那么跟我们之前预计的 就是说可能总体下来 新加坡最终呢 应该是在几百例的 这么一个情况下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那么他最近发现的一个 这个聚集地呢 就是在这个Science Park 应该Science Park 2附近的 这么一个building里面 那另外呢 有中国这个医院方面专家呢 对新加坡也做了一个点评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上海呢 他防疫有点像少林派 那么新加坡呢 更像是武当派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讲新加坡在防疫方面呢 虽然表面看起来好像 没有什么紧张 所谓的佛系 但其实上呢 那个他还是苦练内功的 也就是之前我在视频里讲过 政府其实在行动上 和这个策略上 执行力还是很强的 所以呢 目前来讲呢 大家不用太恐慌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新加坡的疫情会比较稳定的 控制下去 那么下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经济方面 经济方面呢 主要 最近比较大的新闻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股票市场呢 在上个礼拜 有11%的这么一个悬崖式的下跌 那么也是近10年以来呢 最低幅最大的这么一次 那分析的原因呢 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说 最近呢 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呢 疫情开始爆发 那么在 第二个呢 就是说在美国本地呢 这个 确诊的病例也在逐渐增加 而且有小道消息讲 这个美国的一个卫生部 并没有公布真实的情况 那么美国 他的疫情可能更加严重 所以这个投资者集体呢 有这个恐慌的情绪 大量的抛售股票 那么 最近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 避险的这种几种投资呢 比如说黄金和日元呢 也都在上升 那就说明了这个 全球的这个 对经济的恐慌情绪呢 在上涨 那这里我想着重讲一下日元 因为其实日元呢 在这一次经济危机中呢 可以说他不具备 这么避险的这么一个条件 为什么呢 第一是日本这几年的经济呢 可以说经济很艰难 另外呢 这个国家老龄化是非常严重 本身经济的这个走向 就不是很乐观 那么现在 遇到这个疫情呢 日本也是一个重灾区 所以对他的经济呢 肯定是 有很大的影响的 也是日本全国呀 很多企业呢 都为今年夏季的奥运会呢 做好的准备 那如果这个奥运会呢 不能如期举办呢 那对日本的经济是一个 雪上加霜的这么一个打击 所以呢 日元本身存在了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 需要谨慎 另外呢 我们再看一下中国 那最近新闻的报道呢 中国是现在是历年来呢 这个工业指数活跃度最低的这么一个时期 那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疫情呢 还没有空完全过去 所以呢 工厂呢 很多工厂并没有完全复工 而且有了工厂复工之后呢 也有发生了这个 有确诊病例这么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 中国的大城市 比如说北京呢 最近有消息称呢 有医院发生这个集体感染的状况 还有一个说是 从武汉呢 有一个女患者从武汉逃出来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然后跑回了这个北京的住处 所以北京的病例呢 也在持续的增加 全国其他地区呢 也还处于这种相对戒严的这种状况下 国家领导人呢 也开始带头为这个疫情捐款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 这次的疫情对中国的经济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吉 那么新加坡方面呢 一样的是从这个主要的国家领导 开始带头呢 捐薪 就是可能不要一个月的薪水 然后捐给这个 这次疫情的防护工作 那么各大国有企业呢 也开始 开始停止招聘人员 这领导层呢 开始没有加薪 甚至于减薪 这种情况呢 只有在SARS 03年SARS和08年的经济危机的时候 才能发现 所以呢 我们从这些迹象可以看出 新加坡必定会面临一次 经济下行 甚至于是经济危机 那么同时呢 也有经济专家呢 预测呢 新加坡呢 将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这么一个国家 它的这个GDP呢 将下降到一个更低的这么一个范围 那么对这一点呢 有两方面的看法 有一些人认为呢 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国 另外呢 这个新加坡的旅游业和运输业 航空业 是受到了这个影响非常大 所以呢 这次的经济呢 下行会比较严重 那么另外一种看法呢 就认为呢 新加坡呢 相对其他的亚西安国家 对中国的中间产品 也就是中间的零部件呢 依赖程度不高 所以呢 可能另外加上这个旅游业呢 只占新加坡GDP很小一个比例 所以呢 相对可能情况会好一些 那么我的看法呢 如果我们只单单看新加坡本地呢 在疫情方面呢 现在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那没有意外的话呢 三到五月左右呢 可能疫情就会过去 那么经济呢 最差的话呢 就也会像03年的SARS和08年的经济危机一样 但是问题呢 现在的这个经济全球化呢 我们 我之前的视频就提过 我们不可以看单单的一个国家 现在全球各个国家呢 都是在一个共同的这个链条上面 尤其是新加坡呢 相对太小了 太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 可以说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经济系统中呢 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所以对下一步的发展呢 我们更要看这个其他的地区 比如说韩国 日本 这些亚洲国家 像意大利 这些欧洲国家 包括美国呀 还有其他还没有爆发疫情的地区和国家 看看所有这些国家会如何发展 这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游戏一样 现在呢 这场游戏刚刚过了一半时间 只有等到疫情在全球充分爆发之后 我们才能知道 它最终的影响有多大 特别是我之前有提到过的 像印尼 印度 非洲等这些 卫生条件相对比较差的国家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那么对于经济方面呢 我们主要要看美国和中国接下来的表现 我希望美国人不要过度的恐慌 为什么 因为美股所积累的泡沫时代太多了 太大了 它已经是十几年的这么一个牛市 那一旦被刺破呢 必将是以一个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 那中国方面 主要看中国是否能够恢复 它的这个工业的生产 如果中国不能恢复的话 那么亚洲 澳洲 以及这个新兴经济体 全球都会被拖入一场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 那么最后呢 我还是给大家一些意见 那对于新加坡的朋友来讲呢 新加坡的经济 现在来看呢 已经不可避免的会经历一次 类似于03年SARS和08年经济危机一样的 这么一个经济下行 或者经济危机的情况 所以大家要做好准备 要度过一个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 所以大家要争取保住现在的工作 减少开支 那么开源节流了 比如说做些兼职啊 等等的 那么有这个资本 或者有能力的人呢 这同时也是一个机遇 同时呢 大家在心理上呢 要有准备 不要过度的恐慌 相信新加坡的政府的能力和财力呢 能够帮助大家能度过这一次危机 毕竟我们每天的生活还要继续嘛 大家可以多跟亲人啊 朋友交流 保持好心态 事情嘛 我们走一步看一步 现在呢 不必要过度的焦虑和恐慌 更重要的呢 就是防疫工作 还要继续 大家仍然需要小心谨慎 绝对不可以放松警惕 无论是这个防疫 还是抗灾 我们都得一步一步来 先不要考虑太远的事情 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那好 这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